油亮亮的冬坡肉放上笋干提味 再咬一勺红枣枸杞炖煮的土鸡汤 暖心又暖胃 立足台中20年的中餐厅 今年推出五道年菜外带组合 而且海陆食材都有 还只要2180经济又实惠 外带比较方便 对职业妇女也很便利 这个价位比我们到市场去买的便宜多了 适合小家庭的一些菜 你不用到餐厅去吃 这边的话会推出冷冻食品 因为符合到我们的便利商店什么的话 可以说直接直销 五道菜吃不够没关系 餐厅也有推出10人份的大套餐 龙虾 石斑鱼 还有米糕 就是要你过年吃饱 吃得满足 回去只要退冰以后加热 就完全可以食用了 整个原物料都是上涨的一个状态 今年疫情过后 那整个部分都有在回流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 是下了一个很大的手笔下去 象征步步高山的蒲烧香满 蒸米糕 还有造型讨喜又馅料饱满的凤凰元宝酥 桃园知名饭店竟然除了年菜之外 半手里也一手包办 那分别有这四个小家庭的六人份 那也有就是大家庭的十人份的部分 今年的厨系定位有比较提早的趋势 我们也有西厨 所以我们也有推出像西市的年菜 不止这样 饭店看准临近桃园机场旅客多 多家分店只要凭机票入住 就可以享有优惠房价等好康 寄出优惠抢商机 提供民众好吃好煮 双重饗宴 心满意足过好年 欢宇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